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冰雪圈它其实在我们地球上面分布很广泛 在我们台湾来说虽然不是大家很注意的 但是地球上面它的重要性非常的没有办法忽视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张地图 这张地图告诉我们说 我们地球上的冰雪圈它的分布大概是怎么样的 基本上它分了有高山冰川 我们有两极的冰源 有冰源它周围的冰棚 我们还有海滨高纬度地方的涌动土 还有我们高山大家常常可以看到的下雪覆盖的地方 这些都构成了我们地球的一个很重要的冰雪圈 这个冰雪圈它的量 我们如果说用冰雪的量来说的话 其实有超过三千万立方公里 一立方公里大概是十亿吨的水量 不过绝大的部分只分布在两个很重要的地方 一个在我们的南极圈 一个在我们的北极圈 以路滨来说 大概路滨里面的百分之九十一 都在我们南极圈里面的南极大陆 这是我们地球上面淡水最大的最多的一个来源 另外一个还有百分之九 基本上就是在我们北半球 在我们北极圈旁边一个最大的一个小岛 就是克林兰 它占了百分之九 所有生下来的这些路滨大概只占了万分之二 所以其实是很少的 这个冰雪圈它能够在我们地球上存在 然后形成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回顾这段时间 我们发生在地球上面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温度其实一直不断地在降温 这个降温的过程里面 它其实就慢慢地改变了我们地球的环境 其中有两个就是我们最重要的 一个就是我们南极大陆的行程 大概是在这段时间 另外一个就是在北冰阳的行程 所以我们今天看我们的南极大陆 我们看我们的北冰阳 其实它的行程都是在新生代以后的 降温其实有一个地球自己调节的一个控制机制 就是我们大际层里面温室气体它的浓度的高低 新生代的这个最高的时候 最暖的时候来 我们大际层里面温室气体的含量 大概是超过1000个ppm 到了南极冰原在这个3500万年以前要形成的时候 那时候大际层里面的二氧化碳浓度 已经降低到大概只有800个ppm 到了北冰阳大概在三四百万年以前形成的时候 那时候大际层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 已经降到差不多400个ppm 所以在这段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地球是非常的活跃 大际层里面的温室气体 透过我们整个生态循环 一直不断地把温室气体浓度降低 透过这个海洋它的运行降温 我们的这个冰雪圈就开始形成了 那我们再把时间再拉近一点 从这个1750年我们的工业革命 我们说人类是开始的时间 那我们的这个二氧化碳当时的浓度 大概是280个ppm 然后一直到我们今天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变化是太快了 它的变化的快 是过去我们自然界变化的100到1000倍 我们在短短的这样子200多年时间里面 我们就从这个278一直降到了 我们现在到了去年是 年平均是408个ppm 在这么短的时间 增加了这么多的二氧化碳 是地球过去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 在广岛型的核弹当作单位来说的话 从1970年一直到现在 我们累积了47亿4600多万个 广岛型核弹的这种能量 在我们这个地球表面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 这些能量到底在我们地球上 什么地方呢 绝大部分是在我们的海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93%大概都是存在我们的海洋里面 我们的大气层大概占了2.3% 地壳大概有2.1% 那深压我们的冰雪圈 通通加起来也是2.1% 如果我们把那个47亿 4千多万个这个核弹的这个数量 把它这样分布给他们的话 我们的冰雪圈大概就占了差不多 1亿个核弹的这种能量 这是最近一个研究 它从1975年开始就有了间谍卫星 我们去看所有的这个 高山冰川的一个变化 2000年以前 它看这些冰川的变化 那时候一年 它可以消失的这个冰雪量 大概是40亿吨 但是到了2000年以后 这个情况就快速地在改变 每一年是80亿吨 所以在整个的这个 从1970年一直到现在呢 它已经消失了 这么多亿吨的冰雪 流到我们的海里面 让我们海平面上升量 增加了大概有0.7公分 就是7公里 格林兰就不是了 格林兰它变得非常非常的惊人 在这个1990年代 我们去看它的消融 这事实呢 跟刚刚讲是差了一个数量级 因为这是10亿吨 刚刚那是亿吨 这是沉上10倍 所以这是400亿吨 从2010年以后 每一年消失的量 是2860亿吨 那从这个1990年开始呢 它已经消失了这么多的冰雪量 大概也造成了 14公里的这个 1.4公分的海平面上升量 但是我们再去看看 你看我们的南极大陆 那么庞大 那么厚重的这个冰雪 我们看到每一年 它冰雪量消失的量 是2520亿吨 非常非常的惊人 所以它累积的量 也跟格林兰差不多 造成了14公里的 这个海平面上升量 那按照目前 我们这个排汗的量 我们累积的热能的量 我们冰川消融的速度 我们知道说 在这个2100年 这个世纪结束之前 我们和全球的海平面 应该是在一公尺以上 更可怕的是 它不会停止 它只会一直不断地延续 100年 200年 500年 一直这样下去 有一天 也许我们这个世界上面 我们这个南极大陆 我们的格林兰 它正在快速地消融 我们慢慢慢慢回到了 六千多万年以前 我们整个这个世界 开始演进了那个境地的时候 我们的地球 气候当然会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就看看我们的亚洲好了 这是北京 这是上海 这个是香港 这是我们的台湾 你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 华东 华北 有一大片地区 将来都不在 我们的这个 可以控制的范围 都是海平面 下面 那随着温度 不断地增加 我们的粮食的冲击 还会不断地上升 我们水资源的供应 会越来越困难 我们的掌握 越来越麻烦 我们的生态系统 特别是在海里面的珊瑚礁 我们陆地的森林 正在受到大规模的 这种伤害 所以我们的未来 其实决定我们今天 我们中国有句话说 解铃还是要细铃人 今天全球暖化 像一个咒诅一样 不管是高温热浪 好大雨 台风 我们的海平面上升 甚至于火山地震 正在侵袭伤害 影响我们地球上 每一个地方的人 我们希望说 我们大家一起来认真面对 我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